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今天小猪佩奇又会来买到什么好玩的食丸呢? 这里有凯蒂猫的苹果汁 橙汁 还有红茶 小猪佩奇选择了橙汁 掉出来了一杯凯蒂猫的橙汁饮料 而且还掉出来了一包食丸 这是什么食丸呢? 这上面的形状好奇怪啊 好像是便便的形状 它还戴了一副眼镜 这好像是一位老师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食丸呢? 这里面有黄色的和红色的两种食丸 这是一颗黄色的软糖 这上面的形状是一个便便的老师 还长着胡子 哦,原来这是可乐口味的 这里面还有其他形状的 这个跟第一个的很像 也是一个便便的老师 这是一个粉红式的便便 看起来好好玩啊 哇,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的便便软糖 小猪佩奇忍不住 把它们全吃掉了 这些软糖好美味啊 有可乐口味的 还有菠萝口味的 吃完软糖的小猪佩奇 正好有点口渴 它喝了饮料 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接下来会是谁来买食丸呢? 哦,原来是熊大 可是熊大两手空空的 它好像没有带硬币呢 原来熊大把硬币放在了背后 它也拿了一枚一百块钱的硬币 它会买到什么好玩的食丸呢? 它首先点了一杯饮料 这是什么饮料呢? 原来是凯蒂猫的橙汁饮料 嗯,好好喝啊 诶,出现了一个食丸 这是什么食丸呢? 这上面好像是巧克力饼干 上面还有奇怪的人脸 这里面会是什么呢? 原来真的是一块巧克力 但是这块巧克力上面 有一张奇怪的人脸 熊大看了看 它好像在做清水的姿势 哦,熊大清了上去 熊大还说 来轻轻按着肚子 哈哈,熊大好好玩啊 这块巧克力的背后 还是一块饼干 上面也有一张奇怪的人脸 这块人脸巧克力饼干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呢? 熊大说 让俺来试一下 哦,巧克力非常的好吃呢 饼干也非常的棒 还剩下一张嘴呢 他好像在向熊大求饶 不要吃我呀 不要吃我呀 熊大肚子好饿啊 忍不住把最后的饼干也吃掉了 这巧克力饼干太好吃了 俺要回去带熊二过来买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趣味食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